持續關心你我的權益 想要建構或者是修喪 這個房子的族人朋友 以下的資訊要注意了 園民會從即日開始到六月底 是開放了申請原住民建構 及修喪住宅的計畫 其中以低收入戶 和中低收入戶的家庭 優先補助 我們現在一人 或是年滿五十歲的獨居者 現在都可以申請 這個是以前是不服資格的 不過現在就是可以提出申請 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對於家庭 不動產限額的部分 從原來的六百五十萬 調高到八百七十六萬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調整 我們族人申請獲得補助的機會 也大大提高 除了補助建構住宅 每戶二十二萬元 另外自有住宅 屋齡超過七年的 又或者是因為房屋老舊 或者是衛生設備欠缺 還可以申請修喪住宅補助 補助最高金額是十一萬元 有需求的族人朋友 可以備妥相關的資料 到戶籍所在地的鄉公所 申請補助